此前美国政治家网站曝光了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 向竞选机构发送的长达57页的备忘录 鼓动通过积极攻击中国应对疫情危机 还给出了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等三大攻击路线 核心意思就是只要提到疫情就攻击中国 美国内这出甩锅大戏已经被严重剧透了 再演下去没有意义 奉劝美国国内那些人千万不要入戏太深太着迷